歡迎大家回來第182集 只要有電影的第二節 這集我們想講的是 在香港其實有講明的 是一個限量發行的模式 所以它的詳詞很少 就是一套荷里活的電影叫做 brose 或者brose 即brother的簡稱 中文片名叫做戈爾門 上一節就提到 這個戲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始終荷里活 Being mainstream 為主的化行方針 製作的方針 即使他用到一些少數族裔 或者是少數社群 弱勢社群 作為他們描寫對象的一些電影 其實最終的目的 都是希望那個戲推到更闊的觀眾層面 這個戲 戈爾門 因為他差不多所有人物都是屬於LGBTQ 的一個社群 所以他也作出了一個態度 很明顯他是不理會主流觀眾的 但矛盾在哪裏呢 雖然他寫得到一些核心的思維 一些生活的圖案 這些人物都寫得到的 而且都算不避嫌疑 不避忌地去寫 但因為他的監製始終是Judd Abatto 而Judd Abatto 真的是一個一直都拍很賣座的電影 雖然他有時會走下降線 你說這部戲是否到最後都希望 想成為在主流的電影裏 佔一個席位呢 我也覺得有這個意圖 所以很多外國的評論就去批評這件事 但我又覺得這件事是 一個沒有辦法避免的矛盾 起碼現在電影出來 在我看的時候的感受 都算是蠻大膽的 都算是有勇氣的 事實上亦都證明了 這部戲在美國一開話就摸了 好像都摸得蠻慘的 所以就是說他這個冒險 到最後他都不能夠成功地打入 少許主流的市場 整個電影是說什麼的 他的模式 說故事的方法 雖然他的語言 他是人物 不是很主流 但他講故事的方法是否很主流 也有一點 因為他到最後都是一個愛情故事 但他有一點不討好 雖然我不知道在美國是否這樣 又或者是一般 我不知道 因為他那兩個主角 都是 男主角是40歲的 一個名符其實的基佬40歲 他喜歡的對象其實都是 年齡群是很接近的 甚至一群人的年齡群都很接近的 換句話說就是他一個大叔 很大叔feel 因為他在媒體上他很張揚 但他又經常強調自己 他不相信一個長久的兩人關係 他亦不介意自己是單身的 他亦覺得很享受 已經很習慣了一些很隨意的 或者是一些很短暫的性的關係 甚至很強調他跟任何一個性的對手 都是聲明在先的 一定是不會有任何感情上的牽涉 情感上是不適合的 所以他看到另一個男主角的時候 其實他是一個機場 所謂Disco形式的一個機場 一大群人脫衣服 互相挑鬥 互相覓食 一大群人脫衣服 他又見到這個男主角 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本身是處理遺囑律師 處理遺囑律師 他又不是斯文英俊 那群人都是很健碩 那群人是很健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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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男主角 因為他最近是獲了一個獎 就是The Best Sis Gay Man Award 其實他不是很嚴重 但是有些女性化的傾向 所以他不算很健碩 但是他都可以身形 但是他從來不會去健身 他不是用肌肉類型的體型去吸引人 但是他看到這個男人 其實這個男人就是一個肌肉型的男人 其實Sonoff是一見鍾情的 起碼不是一見鍾情 但是他起碼在人群之中看到他 然後兩個人有眼神交流 甚至有對話的交流 但是每一次 說到這樣 這個男人就失蹤了 每一次他想去繼續的話題 甚至他想去表白 有些興趣 又不見了 但是當然到最後的發展 他始終都是跟另外這個男主角 是有交往的 但是大家都很聲明 就是大家都沒有任何感情上高的 attachment 但是當然 這個故事 就是到最後他們發現 其實是已經 陷入了一個感情的牽掛 陷入了一種 其實是互相多 除了性的吸引之外 還是多了一些愛慕 但是因為那個男主角 他本身這麼強 還有他自己的工作 又或者他自己的信念 是這麼強 所以他堅決不接受這件事 而當中的一個衝突 很有趣的就是 另外他那個男朋友 也來自一些中上的家庭 然後他就父母來探他的時候 他那次也帶著男主角去見他 誰知道那個男主角 其實父母已經很開明 但是那個男主角 帶著父母去游地方 周圍去玩的時候 就不斷地開始宣揚他對同性戀的信念 甚至知道那個母親 在教導小學 都強調 不是的 你應該一早就要介紹 這個同性戀的教育 在那些小學生那裡 其實母親到了這個位置 都已經是關閘了 你說她開放而已 其實那個開放 都是有底線的 但是他仍然在推動 令到那個男主角 真的有一種反感 其實那個男主角 都很意識到 在一個主流的社會裡面 其實有些這樣的平衡 有些這樣的妥協是必須的 他又向那個男主角 提出了一件事 你可不可以低調一點 可不可以用三個小時 不要那麼自己行不行 這件事就剛剛觸犯了 這個男主角的一個信念 蛤 你叫我不要那麼自己 那我現在做了那麼多事 我就是一個記錄 我就是要我自己 這是我的信念 亦因為這樣 就產生了一個決裂 到最後就是 當然兩個到最後 如何結合在一起 如果你說這樣的故事 其實這是一個主流的故事 都是一個 在很多《異性戀》的電影裡面 都看到的 甚至電影裡面經常 都提出一部 其實無論是主流 甚至是非主流的觀眾 和《性戀族運》的觀眾 都是經常提到這個電影 就是《You've got male》 就是《Mac Ryan》主演的那一部 就是很典型的 《荷里活》的浪漫的戲劇 這個模式都是這些主流的電影 是否有一種矛盾呢 正如我所說 即使它是一種矛盾 其實它都會證明到 現在在現實上 在票房上高的滑鐵路 其實都是很諷刺的 都會告訴這些創作者 你做就麻煩你做足 即是做戲就做全套 就不要這樣搞了 因為這樣搞都證明 你都是進不了主流的 你現在的《Remain》都是一部 很典型的電影 但無論怎樣也好 我覺得這部電影的重要性 又或者有趣的地方 其實就是 當然如果你是 同性戀族群 去看這部電影 你會多很多樂趣 亦會有很多會心微笑 其實這部電影的笑料 我覺得是很豐富的 很多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去看 其實你都覺得 我覺得 你起碼可以了解多一點 那件事你未必會 所謂接受或者贊同 但你起碼應該看到 原來那個 整個community 那個組合 那個思想言行 原來是這樣的軌跡 我覺得這是 我為何特別想說這部電影的原因 那部電影其實 那些演員我們都不熟悉 起碼我自己不熟悉 但是在外國 即在美國都可以的 他的導演就叫做Nicholas Dollar 他已婚 可能就是一個 一個直男人 他其實都跟Judd Apatow 一直有合作 他幾部戲 但很可惜 香港都沒有做過 其實他拍了很多 電視片集 電視片集合作 電視片集合作 也有很多都是用同性戀 做題材 第一部戲 比較出名的 那時我也聽過 但在Lime也沒有看過 就叫做 Forgetting Sarah Marshall 就是2008年了 已經是 中間 做過一部戲 其實在Netflix有上過假 但在前面檢查 應該已經下架了 就叫做 The Five Year Engagement 名字也記得 叫做 Tatting有緣人 現在他的作品 在Netflix可以找到的 其實有一部戲 就叫做 Neighbors 但是第二集 Neighbors 2 就是2016年的作品 就是Seth Rogan做的 就是華爾街狼人的肥仔 Netflix的名字叫做 《戰倫》 《倫》是鄰居的《戰倫2》 這幾部戲 都很多人認識 也買了 那個男主角 其實他也是這部戲的編劇 和Nikolas Dora一起編劇 就叫做Billy Agner 今年44歲 他的聲音有點尖 可能是因為這樣 原來他最有名的 就是和卡通片和動畫配音 那幾部動畫都很有名 包括獅子王的Lion King 和The Angry Birds Movie 就是憤怒鳥大電影 另外他最有名的在美國 就是做了很多短篇節目 在電視媒體上高 也是因為這樣 就拿過一些 艾美的媒體獎 以及有一個叫做 Hollywood Media in Music Awards 所以美國的電影觀眾 對他一點都不陌生 他的另外一個戲裡面 飾演他喜歡的男人 就是叫做 Luca McFarlane 兩個都是同性戀者 所以他們做得很投入 以及做得很… 說服力是很強的 再加上Billy Agner的幽默感 是很好看的 這部電影是因為限制的 所以希望我們節目出現的時候 還有一個長次的 如果大家想起碼 學闊一下自己的眼界 甚至他作為一個戲劇片 是很合格有餘的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這部戲 由于 LOVE 既然… 阿森 焦點 康